在基東長根醫院院長賴齊俊 基東市長謝國良 基東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基東市衛生局長張賢正等人 共同啟動下 為在基東長根醫院醫療大樓八樓的 複合式手術室啟用接牌 院長賴齊俊也帶領來賓們前往參觀 並且表示 簡單來說就是一站式的手術室 病患在接受複雜或精細手術時 就不需要再推進推出 做影像的攝影暴露 可以在複合式手術內一次全部完成 那之前這樣複雜的手術 可能在手術的過程當中 如果要定位 或是要做更精細的導航的治療 可能就要把病人推出手術室 去做這個影像的復活 然後再進來手術室做治療 那有這個複合手術室之後 所有的手術就可以做一站式的服務 手術的成果就會更精確 有點像是瑞士刀 大型的瑞士刀 它是一個多功能 然後複合式的手術 讓這些複雜的手術 無論是神經外科 心臟內科 還有其他的專科 都能夠提供更好 更精確 然後時間更短的手術 然後手術的效果也能夠更好 市長謝國良也幫忙提問 複合式手術室適合哪些手術呢 負責說明的醫生指出 包括心臟手術 以及顱內神經等複雜性的手術 都適合在這裡進行 教一下什麼樣子的手術種類 你現在有打算要在這個複合室 對這個功能是最有幫助的 對 在傳統上大概就是心臟外科 因為它很多就是支架 然後身體可能要打開 然後它有神經外科 就是剛剛講的 這個乳內的一個血管的異常 那現在可以用血管裡面的介入資料 可是它有時候還要放一個乳流管 或是調下接觸 它同時做 所以這個就是複合寫入最重要的部分 但是後來它有延伸出來 像現在 譬如說其實這個是一個甲體 它就是我們要打這個 譬如說是植物這個脊植的 這個植物的時候 那它這個精準可以用導航來保持 然後開完馬上去 就像剛剛去檢查說有沒有精準 那這個目前才來講 也都是最負的手術 是適合的手術 對於基東長根醫院 投資成立複合室手術室 嘉惠基東及新北的民眾 也讓基東市長謝國良 和基東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和衛生局長張賢正 高度肯定和感謝 因為我們張局長跟我們都很想要 不論是在長照日照 或者是醫療的品質 都能夠讓民眾有感覺 明顯的能夠提升 那像這樣的複合手術室的一個建築完成 跟未來的使用 我想就可以讓病人可以有很明確的感覺到 對他們立即的治療跟檢測 能夠有很大的幫助 那未來我們也會跟衛生局緊密的跟長根持續的配合 包括他的兩個重要的院區 也都是我們基隆朋友健康的依靠 所以我非常佩服長根這個體系 那我想在投入我們這麼多的醫療資源 在我們照顧我們基隆市市民 或是基隆市市民 大基隆地區大概有將近七十萬的市民朋友 都需要長根來幫忙 你看包含我們東北郊 金山萬里等等 這個北部地區大概就是長根的醫療系統最完整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我們整個長根的集團 願意投資在我們這個市民的健康身上 那我也非常敬佩 那非常希望我們有更多的這個合作 可以讓長根系統可以照顧更多的市民朋友 那市長帶領我們團隊去做的功課 就是以長根當作領頭羊長根的品質 那帶動基隆市內所有的醫療院所 都要往這樣的目標邁進 所以我們除了在跟長根的團隊合作 其他的醫院也都不管是 布基 私立醫院或其他的醫院 我們跟基層的診所 我們都有不同的合作在進行跟提升中 那也請大家拭目以待 在謝市長的帶領下 會把基隆市的那個最有愛的城市 是最健康而最有愛的城市 長根醫院院長賴琪俊進一步指出 基隆長根醫院成立大約四十年 目標就是不斷朝向向社區醫院般的友善 而有醫學中心特色的醫院 為基隆的民眾提供最好最友善的服務 因此在基隆長根成立複合式手術室 就是長根醫療體系對基隆地區的投資 也是對民眾的福音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按讚 daddy 4 4 4 9 9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